黑白鑲嵌衣服的男子 走進店內四處亂逛 接著他偷偷拿起架上的油漆 往袋子裡面塞後走向櫃檯 不過他不是要結帳 而是要謊稱退貨來騙錢 店員一看發現他拿的是電腦調色用的底漆 根本沒在販售 立刻起了疑心 要求他拿出證明 男子一聽趕緊找借口離開 不過他袋子裡還裝了其他偷來的商品 不到三分鐘後 他企圖再騙第二次 回到店內隨手拿起罐油漆 又說要退貨 不過店家這次警覺性相當高 見到騙不過了 男子趕緊快步逃離現場 油漆就放在櫃檯附近 男子竟然還能得手 老闆娘也相當驚訝 事發者宜蘭市被偷油漆店 恰巧還是當地議員林熙明所經營的 時候調查 這名傷心男子具有毒品竊盜前科 去年九月就曾到店內偷砂紙機 之後要求退款得手五千元 他實隨之位 二十四號又想要顧忌重施 卻沒想要偷到的底漆引起懷疑 但他還是順手偷走砂紙 以及小瓶油漆 放到自己的購物袋內 店家損失約三千元 前往犯嫌住家搜索 犯嫌對於切到犯嫌均均坦承不惠 全案依切到罪嫌 移送宜蘭地方警察署偵辦 石頭嫌犯公稱 偷來的髒物都已經丟了 店家表示 先前發現商品被偷使 本來不想追究 沒想男子貪心又再度上門 這位貼到鐵板栽了 只能乖乖被逮 身體新聞黃國磊 黃振傑一蘭燦報導